爵士强龙 第2233章 屠龙者 齐等贤这趟过来,可不是跟希尔维亚联络感情来的,而是敲竹杠了。 你知道的,钱这种东西很敏感,你要向教廷捐款,当然是可以的,但流程是需要由我来进行严格监督的。 齐等贤一脸正色地说道,是吗?那应该怎么操作呢? 希尔维亚不解地道,齐等贤给了一个账户,问道,你打算捐多少钱? 我跟你说啊,太少了可不合适。 你也知道,圣教的开销大。 希尔维亚不由皱了皱眉,她可不知道圣教的开销有多大呢? 问道那你觉得多少合适? 齐等贤微笑道,打十二亿进这个账户吧。 十亿捐出去,另外两亿先放这里面,是情况而定。 希尔维亚立刻就觉得不对劲,说道,什么意思? 齐等贤道,你们地狱天使本来就是黑道帮会,圣教怎么能收黑帮的钱呢? 所以,你得先转进这个干净的账户里。 希尔维亚说道这个干净的账户,怕是你的吧? 齐等贤咳嗽了一声,到这都被你看穿了呀,的确是我的。 希尔维亚道,十二亿太多了,这种数额的捐款,看上去也太过树打招风。 我觉得,拿出八亿已经不少了,其中两亿你拿走,剩下六亿捐款到教廷里,后面如果需要,我再继续捐点。 这也总比一次性拿出这么多来好。 齐等贤沉淹了片刻,说道好,八亿当然是可以的,但必须是米金。 希尔维亚道,只要不是蒂纳尔之类的货币,都还好说,不然的话,我也无能为力。 齐等贤叹了口气,心想你要是跟教皇的关系,搞得再好一点,他让你拿蒂纳尔出来,也不是不可能的。 希尔维亚很快就开始操作了起来,将八亿米金转入了齐等贤的账户当中。 齐等贤看着账户当中心道的米金,心情都不由舒畅了起来,这他娘的,已经好一阵没有潜入账了呀。 希尔维亚还是大方,直接就给了齐等贤两亿。 显然,研究过齐等贤履历的他很明白,不给这位爷一点好处费,肯定是说不通的。 而且,他也信奉,利益才能更好地捆绑彼此的合作关系。 你似乎在推动一场巨大的变革,要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希尔维亚说道,是啊,而且,我们都已经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齐等贤微笑着回应道,希尔维亚笑了笑,道,所有伟大的主义都将在历史的长河中被人性腐蚀的千疮百孔。 所有为广大人民谋福利的宏愿,都将沦为中宝四囊的遮羞布。 齐等贤却是摇头道,你错了。 希尔维亚愣了愣,我错了。 齐等贤点了点头,道错得离谱。 希尔维亚道,哪里错了? 齐等贤道,我不是在推崇什么主义。 而是在推动文明,是要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人格尊严的重要性,让更多人明白基本权力的神圣性。 当大家都具备了基本的文明意识,都认识到了官府的最根本存在是为什么,那么便很难再重蹈覆辙了。 希尔维亚变道这么听起来,就有点意思了。 齐等贤说道,以我的武力,想要杀掉一些人,并不困难。 哪怕他身边的防卫固若金汤,对于我而言,也只是时间问题。 但那样的手段,是野蛮的,唯有让文明的思潮涌起,每个人都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方才能将一切野蛮永远地踩在脚下。 屠龙者忠诚恶龙并非只是一句预言,你说得很对,若不去拥抱文明,迟早会堕落于黑暗。 齐奥塞斯库曾因反对独裁而声名雀起,得到了威望,可他掌权之后,却是越发飘忽,直到这样,直到那样,各行各业都要来领会他的精神,最后,他变成了恶龙,反被自己的子民所杀死。 希尔维亚点头道,你既有着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应当不会走上那样的老路,堕入那样的深渊。 齐等贤笑道,我不会踏入仕途,我会变成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些坏人的头顶,谁若妄图篡夺胜利的果实成为恶龙,那我便杀谁。 希尔维亚赞叹道,这就是天下第一的气魄吗? 齐等贤笑而不语。 就齐等贤这样的武功,一切全是对于他来说,近乎唾手可得,但他偏偏不好那一口,反而将之视为粪土,与那些恶人战斗到底。 以前,希尔维亚是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的,但齐等贤的出现,让他内心当中,多出了许多的感慨来。 这样的人真的存在,而且还是一个这么强大的人,甚至未曾迷失在力量当中。 不过,他转念一想,或许,也正是因为拥有着这样坚定不移的思想,才让齐等贤一步步朝前走去,拥有了这样的力量。 就凭你说的这些话,你当得起天下第一四个子。 希尔维亚说道,这句话,发自内心与肺腑中。 过奖了。 齐等贤说道,我见过太多人迷失在力量当中了,当然,不单单是指武力,也有权力,财力。 希尔维亚说道,齐等贤说道,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就认识好几个。 历史上,也有很多。 未来,这类人也绝不会停止出现,也正是因为有他们不断涌现,所以,人类文明才会不断进步。 两人聊了不少,直到时间将至,这才准备动身。 希尔维亚回到房间内略微化妆,换了一套衣着。 出来时,夕阳正红,照耀于她身上,让人恍惚。 仿佛这个女人自由化当中走出来,让陈瑜也化个妆,来跟她打一下,看看谁厉害。 齐等贤心中不由冒出一个这样的念头。 两人同坐一辆车,到了宴会地点来。 这场宴会,由温哥华的市长所主办,是为了欢迎教皇的到来,各界名流,也都纷纷前来捧场。 教皇身穿白袍,头顶皇冠。 不得不说,老家伙的扮相还是十足的,站在那儿,就显得很有威严,让人只能生出仰望之心来。 随着齐等贤和希尔维亚的共同登场,现场传出了些许诧异的声音。 显然是很费解,这两人为何会走到一块,一同出场。 第2234章,背叛。 在场名流当中,也是有知道一些内幕的人,很清楚地狱天使与CIA的关系。 而其等贤,毫无疑问是CIA最大的敌人。 但现在,希尔维亚这位地狱天使的掌舵者,竟与他同车,一块出席晚会。 这消息,简直有些炸脸。 哪怕是温哥华的市长,在看到这一幕之后,都是不由正了正,明显是没想到这个画面。 希尔维亚兼在场之人,都露出一副震惊的表情之后,内心当中,反倒是觉得有些好笑了。 这些人凭什么就认为,他希尔维亚要一辈子都当CIA的狗呢? 就算其等贤这边提出一些苛刻的条件,那也要强于继续听命于CIA,跟他们的合作,就宛如采钢丝,稍有不慎便会跌落悬崖。 查理今天也有道场,他阴沉着脸,就直接走了上来。 查理先生,听说,你到处在找我。 希尔维亚明知故问地说道,脸上笑意奄然。 查理德却是在找希尔维亚,只不过,是想要除掉这条不听话的狗。 然而,希尔维亚早有预料,已经躲了起来,他怎么寻找都找不到,今天这大张旗鼓的露面,好像给了他一耳光。 其等贤笑到查理啊,没想到你也来了。 查理并没有跟其等贤说话,而是禁止对着希尔维亚道原来,你是找好了夏家,所以才敢背叛我们CIA啊。 希尔维亚道你在说什么,我都听不懂,我与CIA有什么联系吗? 而且,我需要找什么夏家? 我年纪不小了,找个对我好的男人,很正常吧。 这话一出,引得周围人都是不由暗暗则舌,看来,这CIA与希尔维亚之间的矛盾,算是被彻底摆到台面上来了。 更关键的是,其等贤和CIA是死敌关系,希尔维亚与他达成合作,那等同于是与CIA把脸彻底撕破了。 与CIA这种强大的组织,把脸彻底撕破,可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最起码,双方体面一点,结果会好得多。 很好,我只希望,你不要后悔今日的决定。 届时,你哪怕跪在我的脚下,求我饶过你,我也绝不可能答应。 查理寒生说道,希尔维亚的背叛,是他始料未及的,何况,他还因此损失了德利手下。 洛里安是他安插在地狱天使里的棋子,而且,洛里安还是CIA里比较有功勋的老牌特工了。 洛里安这么一死,对于查理的名声,是一种打击。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地狱天使的背叛,更相当于背刺,毕竟,当初的希尔维亚,能够登台掌权,可都是仰仗着他支持。 否则的话,一介女流,手无寸铁,怎么保得住偌大帮会。 齐等贤说道,查理先生,你这么威胁一个女士,可是很不绅士哦。 作为一个绅士,我可见不得这些,所以,还请你闭嘴。 查理冷笑道,你莫非以为杀死了克拉克,有人罩着,就可以踩着我们整个CIA不成。 齐等贤摊手道,你说什么胡话呢?我从没想过,踩着你们CIA啊。 不过,你若是继续在我面前这么咄咄逼人,我恐怕真要把你给踩在脚下了。 查理狠狠地瞪了齐等贤一眼,又英智地扫了希尔维亚一下,这才转身走开了。 怎么办?我似乎成为了她的眼中钉,我好害怕啊。 希尔维亚瑟瑟发抖道,别装了,你根本不怕她的。 齐等贤却是不屑道,认为身边女人的演技堪称拙恋。 希尔维亚微微一笑,说道,我这一次的抉择的确是让她感觉到措手不及的,否则的话,她也不会这么实态。 不过,她这个人我很熟悉,从她的这番话里,我感受得到,她似乎酝酿了什么阴谋或者手段,专门用来对付你。 齐等贤不由略微惊讶,到她刚刚可什么信息都没透露出来。 她想证明自己比克拉克强,所以才会屡次提及这位CIA的中间力量。 而干掉你,无疑是证明这一点的最好方法。 希尔维亚说道,所以,你最近也要小心一点,CIA毕竟不是普通的组织呢,说不定会用导弹来哄你。 那太夸张了。 齐等贤呵呵一笑,她有圣教的保护罩,不是很担心导弹之类的问题。 不过,要防备别人铤而走险,那也是必须要做的。 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疯子的。 查理直接找到了教皇,不知道跟教皇说了什么,反正,后者就是一脸冷卧的模样。 然后,听得不耐烦了,一名神圣骑士上前,直接将查理与教皇给隔开了。 显然,教皇是真的非常不待见CIA这个情报部门,他们还真以为自己是世界最大不成,手伸得这么长,居然还敢威胁他。 见到查理在教皇面前吃瘪,众人见怪不怪,齐等贤现在可是教皇指定的接班人,是极有可能担任下一任教皇的存在。 在教皇面前说他的坏话,那能讨得了好吗? 也好在是温哥华的市长八面玲珑,很会说话,斡旋了几句,才没让查理的面子这么难堪。 教皇是懒得给查理一点好脸色看,把头扭到一边,就差直接撕破脸,让神圣骑士将这个家伙给驱逐出去了。 希尔维亚这次背叛CIA多少有些不明智,虽然他能够通过教廷的力量暂时避免CIA的报复,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是啊,CIA的势力太过可怕了,虽然这里是枫叶国,但他们想要捏死一个黑帮,还是轻而易举的。 当年,希尔维亚上尉都是靠着CIA帮忙的,他们手里有着他太多的证据,找个合适的时机抛出来,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对于希尔维亚的这一行为,很多人都看不明白,很难想象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愚蠢的选择来。 只有失去自由太久了的人,才能明白自由的可贵。 有时候,为了自由,生命都能失去,更遑论是冒风险呢。 唯有同样向往自由的人,才能够长久地走在一起。 毫无疑问,七等贤是个向往自由的人,而希尔维亚同样如此。 所以,两人才能够在这件事上做到一拍即合。